下一位 請大家不要拍掌 請大家不要拍掌 葉智顯先生 Hello 麻煩譚主席 我本身都是有團體名來的 我就不知為何要用個人身份 因為我的名字叫人生就是這麼悲哀 現在居然悲哀到連用這樣的名字都叫不莊重 其實只是導出現在社會的現實 因為剛才聽到某位工會代表說 社會是要不斷地進步 跟著社會的現況去進行 對呀 但是為何梁振英連五毫子都不交給那些人 五毫子都在爭執 那位工會代表又不幫忙爭取那五毫子 你是否代表那些工人很有錢 全部都是甚麼 全部都是上流社會工人 還是甚麼 我就不太明白 你說現在社會很好嗎 樓價高 生活指數又高 你說基層到底你接觸那些基層 是否特別有錢的 我又不太明白了 我就在深水埗經常生活 我見到那些基層到底是甚麼狀態 所以你說政改到底關不關這些民生議題事 我覺得絕對關 為何不可以先代替 你到底上去的人是誰 一個麻煩又是工聯會 或者譚主席上去的 嘩 這樣就很糟糕 又是這樣 又說五毫子又在那裡 你不要再說粗口 到時會不會欺負一元 每年交五毫子給你好不好 主席 你加工都不止這個數 你每年 你想一下我們的局長 每年加多少錢 全部分出來派的話 那些工人已經嘻嘻笑 都不用欠那五毫子那麼糟糕了 你想一下 第二次說粗口 你如果再是這樣 我視之為行為不檢 怎樣啊 被警察抓我 最終要用警察處理這些事 我會請工作人員帶你走 帶我去哪裏 帶我去警署嗎 OK啊 你總之不可以再說粗口 主席 其實我想說的 其實那些甚麼方案 其實都討論了很久 由罷貨開始到現在多久 都差不多一年 半年又多了 那些方案 現實的條件 已經說了出來 其實這個會開來 其實沒甚麼意義 很老實 你都是評論那些一直有的事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是來洩淡氣 說回真是一兩句 支持下那些所謂的泛民議員 否決了這些這樣的方案而已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遲些官員再下區的話 就真的不用那麼絲絲縮縮 通知一下那些記者 給附近的街坊 可以真是接觸一下那些官員 又不用我的朋友 又要假裝他 這樣走下區 你知道走下去 就算那些區 是所謂很多反對的朋友 他都會來跟我們聊天 你支持反對的聲音 都不聽怎麼做 看到照片有一個中指的市民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夾著 他在聽歌 你又要過去派 夾著了 他就說不好意思 他不是故意 那你又要生想這麼鬼祟 所有做的事都這麼鬼祟 怎麼做政府 市民就這樣走下去 都膽敢派單 都膽敢跟所謂反對聲音對面 完全沒有討論空間 怎麼做事 那都是最後一句 有首歌仔都可以唱 就是 無據世事變改 還是越難越愛 我愛香港 拜拜 大家不准 不准發出聲音 大家不准發出聲音 好